2018年8月3日,AC米兰新元伊瓜英和卡尔达拉正式亮相,相对于伊瓜英享受了国王般礼遇,卡尔达拉略有一点小透明质感,但很多意大利媒体和球迷确实都在期待卡尔达拉与伯努奇的交易,AC米兰是专到了。 卡尔达拉的年轻的合成书虽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就是事实,年纪轻轻就已经能在技战术和身体上毫不逊色。 任何一个顶级中卖,就举一个例子,尤文图斯与亚特兰打上赛季的交锋时,故事的另一个主角以瓜英几乎所有的进攻都是避开卡尔达拉这一次发起的。 AC米兰体育经理莱昂纳多也解释说,卡尔达拉的身价不低,这也是行情决定的。 和伯努奇的身价有关,我们对卡尔达拉的投资,是因为他的成熟和未来更加可期。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在读Dostosky19世纪著名俄国作家书的人,是在经济学专业学习的人,莱昂纳多是在夸奖卡尔达拉号学。 他是,卡尔达拉自己也解释说,平时不提球的时候,比起打游戏,我更喜欢看书来保持专注。 在加盟AC米兰的新闻发布会上,卡尔达拉继续说道,尤文图斯确实是最早信任我的,但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未来,我还要感谢亚特兰大俱乐部,感谢加斯佩里尼教练,让我能在意大利足球和欧洲足球的实战中成长。 特别是打欧联杯13天一场球,能让我保,吃高度集中,现在卡尔达拉将在AC米兰重新遇到当初在亚特兰大一起爆发的小伙伴,凯西和小孔蒂,是的,他们会帮我很快融入球队,深吸罗是个神奇的地方,是所有孩子梦想的所在。 对我来说,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再三后卫体系,过后适应四后卫体系,我已经和加图索教练通过电话了,等大部队从美国回来后,教练就会告诉我场上的站位和听法,我已经迫不及待和队友们混合了。 现在AC米兰完全有了国字号后放线的基础,加上卡拉布里亚和小孔蒂两个边位,再加上罗马尼奥利和卡尔达拉,完全有机会让国家队的后放线全部变成红黑色,对此卡尔达拉并不拒绝,想法很好,这也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这次精彩毛专家彭雷。